天儿虽热 但总觉得身上凉净净的 大概身子也是真的虚了吧 岁月催人老 谁不想多留时光 停住片刻呢 是还没有老的那天啊 倒是听说 家贵妃每日要装扮数个时辰 才肯出门 这大半夜的 还要用人参 跟玫瑰水熬在一起 尽手泡脚 臣妾听着呀 都觉得累得慌 一个女人 若是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顾了 不懂得收拾打扮 那还叫什么女人啊 娇贵妃的心可真宽 八个的颓废了 四阿克也不能负宠如前 你还能整日想着打扮自己 咱们可真是学不会啊 永城一时受小人陷害 连着永璇也坠马受伤 可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儿子 即便是腿受伤了 即便是恩宠不在 那也是奉子龙孙 不认识 平妃之中 家贵妃子嗣最多 也是叫人羡慕 但是话又说回来 永章敦厚有礼 永齐更是皇上的左膀右臂 身子应当如此 才是先祖的孝子贤孙 这想想圣祖的八阿克九阿克 因征地位被先帝薛绝捐尽 一个叫阿奇纳 一个叫塞思黑 极尽羞辱 哪里有半点儿 凤子龙孙的颜面 你们是那圣祖八阿哥 允四于本宫的八阿哥比吗 家贵妃如此多心 是说皇上也会有这样的儿子吗 皇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如此 更何况臣妾的儿子 一个杭八一个杭四 也是占了运气的 太宗是皇八子登基 先帝是皇四子登基 皇上也是皇四子 即便是臣妾的儿子再不争气 有祖宗的福泽传承 怕也换不到哪儿去 皇子们自然会受到 先祖福泽的庇佑 只是家贵妃 你须慎言 臣妾知道 行了 今儿都散了吧 都回吧 娘娘 娘娘 你怎么了 皇后娘娘 娘娘 娘娘 今天没挪去园子避暑 怕是热着了您 朕已经吩咐过兵库了 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 不去园子里也好 车马折腾也麻烦 再则 在紫禁城里 横措和横提来看哀家 也方便 是啊 皇娘手抄的经文 儿子已经吩咐人 发散下去了 这是积德的好事 哀家抄抄经文 皇上 心里也安静 皇娘安心地移养天年 儿子自当效养 皇上 皇后娘娘突然晕血 怎么说 皇帝不必问了 赶紧去瞧瞧 儿子先行告退 走 姐姐方才吓死我了 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 娘娘 皇上到了 微臣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 皇后怎么样了 回皇上 皇后娘娘是喜脉 已两月有余 真的 千真万确 只是这几日 数热难当 皇后娘娘身孕体虚 再加上动了气 才会悬晕 这几日需要静养 以保无余 太好了 江卫宾 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 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 是 微臣正就下去准备 皇上 你说是不是锦四在天有灵 怕咱们膝下寂寞 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 是啊 一定是锦四想咱们了 所以又回来了 还好姐姐无事 若是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 那么家贵妃就算死了万次 也难辞其咎 怎么 方才朕进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外头 是不是家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 是家贵妃言语出阁 冒犯了祖先和皇上 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 提点了家贵妃 才动了胎气 她说了什么 家贵妃究竟说了什么 事关皇子 臣妾亦为人物 不宜多言 但说无妨 这皇上都建许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出来 皇后娘娘 不可真的有什么事吧 皇后娘娘吉人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天气这么热 还要人在这儿等过酒啊 皇后娘娘奉体为何 咱们交心不已 都是心甘情愿在这儿等消息的 家贵妃若是不耐烦 大可以自己先回去 反正皇上在里头 等会儿咱们禀告一声便是 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 只是悬晕而已 又未昏倒 何必兴师动众大惊小怪的呢 各位主久等了 皇后娘娘已经无碍 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 皇后 叫你们进来啊 是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们 皇后有喜了 恭喜皇上 恭喜皇后娘娘 都起来吧 坐 谢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奉体如何呀 臣妾们还等着给皇后娘娘喝喜呢 皇后已无大碍 她已嘱咐皇后 卧床静养安胎 目前已经歇下了 那臣妾们就等皇后娘娘奉体无余了 再向她请安道喜 只盼着皇后娘娘奉体安康 能再得嫡子 朕也盼着如此啊 如今中宫再度玉玺 朕心甚畏 目前宫中最要紧的事 就是皇后和龙胎的平安 是 贾贵妃 皇上 皇后玉玺 朕打算喜上天喜 你之前和朕提过 永城的婚事 朕想着这永城年纪也不小了 是该找个好人家 你是永城的儿娘 你有什么好的人选 可跟朕说说啊